各位中时光们,大家我们是亨达投股研究团队 今是2019年1月10号礼拜四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旁观看影音 那指数今天做震荡 投资朋友,你对于手边的股票是不是又产生了怀疑 昨天影片告诉你 节奏错误你没办法走向正循环 因为昨天指数是呈现大涨的 那散户投资朋友的习惯是什么 只要指数大涨就去追所谓的强势股 尤其在5G概念的部分 不管是报章杂志媒体 所有的节目都告诉你5G很好 那你看到指数大涨追进去 反而容易成为主力开始到货的现象 因为主力都是领先市场做进场的 那指数大涨的时候 这些高级期的股票资金开始做转向 所以包括像部落位的部分 如果你追进去到接下来的时间点 你都是等解套 所以为什么不断的跟投资朋友讲 节奏错误你没办法走向一个正的循环 那散户在等指数翻多 在意大盘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你有先知先觉的 在这里你只要能够做布局 后面你就可以享受到上涨的股市 在现阶段你的资金千万不能够卡住 从技术面角度告诉大家 这个季线的扣底 在下礼拜开始要扣低档 方法月线开始要向下扣 月季线接下来翻扬之后 后资后绝的赏户就会经常做抬交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交易 你的钱千万不能够卡住 如果你今天早上看到化汉的利多 去追股票 你的钱又卡住了 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你 今天其实是不适合追股票 包括像昨天涨停板的亚特2KY 盘中一点火 你又马上冲进去 这个都是目前很多当冲热门的股票 尤其是散热族群的操纵都是一样 那你如何在今天早上知道 今天不能追股票 早上9点11分我告诉会员 卖盘明显高很多 会员专区里面会员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卖盘高我告诉会员 今天量说 不适合追价 适合采取低贴的方式 如果你有这些数据 你有这些讯息 你今天可能不会去追所谓的亚特2KY 或者是操纵以及化汉这些公司 尤其在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公开操作了 所谓的3081的联雅 如果你看了节目觉得我们讲联雅非常的不错 你也想要去买 你采取低贴的方式 收盘呢 反而是慢慢拉上来的 所以你买进的成本会决定于你的心理素质 每天尽量做正确的事情 那联雅这台股票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做预告 昨天1月9号YouTuber跟你做公开 这个数据是一样 27号我请会员朋友在229以下去做买进 当天收盘是227附近 绝对能够做成交 包括1月2号这档股票 正式三线翻多工涨停 这个都是在节目上 1月2号有跟你做公开预告的 昨天告诉你 我们带会员朋友获利调节一半 然后才在节目上跟大家公开 那这是会员朋友提供的对账单 你看到股票是联雅 包括交易日期 包括获利的数字 这个才是真实的对账单 而不是在网路上随便下载 图图改改去编故事 那你可以对时对价 昨天这张股票可以顺利出得掉 昨天的影音都讲得非常清楚 包括为什么要出掉 买进的依据在哪里 这个部分参考昨天的影片 所以每天尽量做到正确的事情 今天早上你也不适合去追 尤其是高级期的股票 双红目前是这个市场上非常热门的强势股 那万一你在这个地方追进去 今天又套住了 而且也是出量的 开始做补跌的时候 你的压力就非常大 那工具跟筹码显示什么 待会跟大家一并的报告 所以投资朋友 你去思考一下 我不断的跟大家讲 股市赢家必须要有这些条件 尤其你可以去检视你的老师 他带你操作 有没有系统化的方式 有没有依据的在带你做操作 买性跟卖出的讯号 明不明确 包括买性之后的停利跟停损 有没有清楚跟你做交代 如果前四项做不到 就是凭感觉的交易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没办法长期在股市里面获利的 我们还体会有没有做到第五点 就是当天的胜率 如从前面你看到的盘中数据的导航 1月8号 我们告诉你 亚光这张股票 在盘中的影音 我告诉会员 他的讯号翻多 当时的涨幅在1% 收盘价在67块钱附近 到今天的亚光 最高已经达到73块半了 这个部分都是 节目预告验证在后的 你有亚光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包括1月2号 告诉你的 符合买进讯号的胜利 1月7号 攻上了涨停板 这些都是透过系统的协助 帮助会员快速性的聚焦 所以你现在要买股票 你要记着 买这种整理过后 第一次翻多讯号的股票 后续在4号跟你公开这张股票 就是9910的风态 如果盘中讯号翻多你去买 你都可以买在187以下 到昨天这张股票最高 一定来到199这个位置 价差是10块钱 那你不要忘记这段时间 台股是往下破底的 但是风态的部分 反而是涨上来的 那今天做补碟 你要如何知道风态什么位置 跟操作区间 风态在200块附近可以追吗 会员朋友其实知道这个操作区间的 新新这段股票 强势股做补碟 风态今天也是强势股做补碟 那你要知道操作区间 昨天影音师告诉你 新新这段股票 我们提前在去年的11月18号 就整理给会员朋友 定了操作区间在这个地方 包括目标价的部分 所以你会知道 25块附近的新新可不可以追 追进去是不是有风险 所以相对的位置去买进 尤其有讯号的时候去买进 都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填表来体验 什么是系统化有依据的选股 加入我们透过盘中数据导航 了解一个合适的买卖时机 如果说你想要翻转 散户最高杀地的命运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地方 有箭头可以点选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的连结 这个连结 点击进去之后 右边的申请表单 你只好帮我们正确做填写 送出资料之后 服务人员开通全线给你 你就可以体验最新的会员音 哪些股票符合当日买讯 你都可以填表之后来做观看 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的好朋友 利用LINE的ID搜寻我们ID 小老鼠HNTEC或者是扫描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你先传送贴图过来 传算加入好友完成 我们每周将会提供给你信用筹码移律名单 7月1号你是我LINE好朋友 你一定有收到国具这档股票 是信用筹码有移律的第一名 所以假日你知道 7月2号跟7月3号的涨停板跟创新高 来到1314块这个位置的国具 你都可以做比开 最新的信用筹码移律名单 哪些股票有移律有问题 都放在LINE的主页上面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在YouTube上面点选订阅我频道 订阅之后期的点选闹钟 你才会收到我们上传影片的通知 那也请你帮我按赞按分享 帮助你更多朋友 了解股市正确的操作观念 我们快速性的帮大家追踪 今天的盘后筹码 近月跟全部月的选择权 今天是做下降的 那目前在1.1以上 还是一个多方的水平 特定法人多单 目前在2万口 所以筹码的部分 其实是稳定的 那包括技术面跟结构的部分 也跟大家做个分享 上市柜里面 加总起来的 偏多跟偏空股票加速 目前已经慢慢做拉近的动作 所以结构跟技术面 都转座有利 这个地方你的资金 千万不要乱做 千万不要卡住 透过盘中数据导航 如同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 你要如何知道 今天的早上 是不能追股票的 那目前工具 其实显示 透露的讯息是什么 在年节假期之前 目前市场上 都不太愿意做追价 量是缩的 而且都有卖盘 都想要在年节之前 去卖出股票 接下来操作 你要注意 千万不要去做当冲 甚至呢 个股部分采取低阶 那该买哪些股票 你可以跟上我们系统的操作 如果你有这些讯息 早上雅的2KY 包括像操纵 这些股票 你都不会去做最高的动作 所以每天少犯错 帮你省下价差 长期下来真的是差很多的 包括像波罗位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很多5G的股票涨上来 但是很多的5G股票 目前都是处于 毛山道士的股票 如果股价已经先涨上来 先反映了 那在财报跟营收数据 陆续要公告的情形之下 这些毛山道士的股票 你要非常清楚 到底该长该短 所以特别去思考一下 这5点 我们不断的跟大家强调的 这5点 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1月4号 在台股破底的时候 你要如何透过工具 能够忍住战胜 所谓的贪婪跟恐惧 今天是贪婪 不要追股票 1月4号是要战胜恐惧 包括我们明确的买卖信号 告诉我们1月7号的证文 这个都是在节目上 有跟观众朋友做分享的 如果当天你知道讯号翻多去买 你买在24块多的证文 到昨天已经涨到最高是26块 今天也是持续性的上涨 那现在有很多的5G概念股 都开始走落后补涨 核心控今天盘中有触及涨停满 今天节目也一定很多人 会跟你表演这档股票 但是讯号翻多在这个地方 12月28号在这里 你可以去做买进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在农历春节假期之前 我们这个专案 将由专人清贷协助你调整手边的股票 如何换到系统符合买去你的股票 做到正确的操作 我们12月3号的节目跟你公开的这个股灾期间 我们会员朋友提供的对账单 就算是股灾期间 我们透过控制档数 其中活力 有依据的系统选股跟盘中打航 才能够做到不错的获利 那这些对账单都是有连续性的 投资朋友这到1月9号 1月份的元旦也是出现股灾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获利 是持续性的增加 过去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 我们绝对是有系统化 有依据的在带你做操作 所以邀请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年中我们目前有加码一个优惠 就是加入之后 我们可以帮你做升等的动作 我们前进大区市会员专业所符合这些 持股每天用筹码软体做追踪 盘中符合系统的股票提供给会员 我简讯通知周见出 邀请你来电恰讯我们服务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